老公 你来了吗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过来接亲呢 还为你准备了你爱吃的饭菜 你留给你前男友吃吧 今天我就不过去了 老公 你再开玩笑吧 这跟我前男友有什么关系 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啊 昨天晚上难道你和你前男友去酒店也是开玩笑吗 别告诉我你没去酒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昨天和闺蜜在一起呢 你一天天的别疑神疑鬼行吗 你去的那个酒店 刚好我哥们在那上班 你们俩昨晚十一点去的 需要我把视频发给你吗 你想多了 他只是刚好过来出差 知道我要结婚了 让我过去拿新婚礼物而已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相信我 搂搂抱抱接吻算吗 你们两个在房间里待了三个多小时后算吗 这些都是你说的 我们真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是吧 你说的新婚礼物 我看是他自己吧 老公 你误会了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你先过来 我一会当面和你解释好吗 我已经坐车去外地了 你也不用等我了 你不是喜欢玩刺激的吗 那我就给你一个刺激的婚礼 我这边的亲朋好友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婚礼取消了 你说什么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说取消就取消 也不和我商量了吗 我家酒席订了几十桌 我的亲朋好友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 你说取消就取消 你让我怎么和他们解释 你不用解释 直接换个新郎就行了 现在你可以给你前男友打电话 就让他来当新郎吧 礼服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你家了 就当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 老公 求求你了 别闹了好吗 你才是我想嫁的那个新郎 我前男友他已经结婚了 你还知道他结婚了 既然人家已经结婚了 你们俩人居然还藕断思连 纠缠不清的 如果他老不知道你们在酒店的礼物送了三个多小时 我想他应该也不会原谅你们吧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们先把婚结了 不要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丢面子 你还有面子吗 你这么做分明就是想拆散别人的家庭 正好现在不是给你们这个机会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们一把 把你们的视频在婚礼现场放一遍 作为你们的新婚礼物 我真的错了 老公 你原谅我一次 谁都会犯错 想想我们相爱的时候 现在就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删了 原谅我好吗 当初和你在一起 我父母就不同意 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和他们不断争吵 最后去换来这样的结果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我父母还在等着你来接亲呢 我们先把婚结了 以后我再和你好好解释 想结婚去找你前男友吧 我就不奉陪了 看到这里大家知识男孩的做法呢 来说说你的看法吧